一毛不拔讲的什么故事啊 我们现在知道一毛不拔这个成语形容什么呀 往往说形容人非常自私吝啬对不对 这个词念吝啬就是小气的意思 就是说呀铁公鸡才一毛不拔呢 就是说你身上的毛一个都拔不掉 都不能来帮助别人 说明你非常自私非常小气非常吝啬对不对 那最初这个故事呀其实就来自于杨猪 什么呢 说呀杨猪呀有一个学生有一天问他 说呀老师您的态度呀 觉得应该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对不对 那假如呀有一天 您假如假如呀您身上 把您身上一根寒毛就能拯救整个天下 但是这样可能拔你一根寒毛 虽然是一些小小的伤害 但是也会对你造成伤害对不对 如果拔你一根寒毛就会对天下有好处 那你做不做 那老师说哎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 怎么可能拔我一根寒毛天下都能得到好处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那学生固执说 哎假如呢假如就有这样的事 假如拔您一根寒毛全天下都能得到好处 你会这样做吗 那杨猪我们知道杨猪态度是什么呀 他肯定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他的态度是要保护好自己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的 他的意见就是这样的 所以啊我们说杨猪学派就是我们这样说的一毛不拔 就是说即使呀把你一根毫毛对天下有利 那我也不拔的这样的人 那我们说一毛不拔就是现在啊 于是这个成语啊 从最早的这样的意思演变成啊 现在所说形容那些人特别自私 特别小气 吝啬对不对 铁公鸡一毛不拔 像一个铁公鸡一样 身上长的都是铁 所以没法拔掉啊 那么这是现在所说的一毛不拔这个成语 我们了解了杨猪学派这样一种非常神奇的思想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个他更其他的思想 看这幅图片里面白狗和黑狗 对不对 这天啊 讲的就是白狗和黑狗的故事 白狗和黑狗什么故事呢 说呀 有一天杨猪他的弟弟 他弟弟出门了 那出门去 刚没走多远 结果天下雨了 那他那天呢 就本身穿的是白色的衣服出去的 结果天下雨了 他当时就到邻居家 或者是出门多久没多久 路过了某一家去借了一件黑色衣服 披了一件黑色外套 然后等到雨停之后回来了 结果呀 因为他走的时候穿了白色的衣服 对不对 结果回来的时候穿成了黑色衣服 他们家的那条狗啊 就不认识他了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你换了衣服 你们家小狗还认识你吗 当时呀 杨猪的弟弟他们家的 这条狗就不认识他弟弟了 于是呀 他杨猪的弟弟就非常生气 这条狗 哎你这条破狗 哎你这条破狗 真是没有眼力见 我就换了个衣服 你怎么就不认识我了 还这样咬我 我就是穿了 从白外套变成黑外套 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那当时杨猪刚好路过 他听到了这段对话 他不但没有跟着骂这条狗 结果反倒骂起了他弟弟 为什么骂他弟弟 他说了 啊 你说你早上出去的时候穿白衣服 回来的时候穿黑衣服 那狗当然不认识了 假如狗今天早上出去的时候来狗 回来的时候变成黑狗了 你还认识吗 那我们觉得这段话非常可笑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这就是杨猪 道家学派 他们的一个特别的学派的一个思想 他呀非常注重自己 非常注重自己的整个人要好好生活 这样你保护好自己 每个人保护好自己 那每个人都好了 这样的大概一个思想 那后面这个白狗和黑狗的故事呢 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 那关于杨猪学派 我们就学到了这里 好 那这节课呀 我们主要内容就快结束了 大家赶紧回忆一下这节课 我们都学了哪些人 哪些故事 哪些派别呀 小余老师带大家来总结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 啊 法家的这位大叔对不对 我们学商鞅 义目为信 取得了百姓的信任 韩非词 哎 讲了好几个 讲了三四个 像的一言故事 对不对 比如说呀 呃 自相矛盾 正人买旅 还有啊 哎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对不对 接着我们就讲了 谁呀 墨家 哎 讲墨家 兼爱非公 他爱谁都一样的 爱家人和爱陌生人 是一样的 所以他竟然杀了自己的儿子 后来啊 我们又说他呀 拒绝打仗 所以啊 墨守成规 还赢得胜利 兵家呢 我们区别了孙子和孙武 孙子就是孙武 以及孙殡 哎 这两个人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说孙殡啊 殡族膝盖骨被挑穿了 毅然身残至尖 非常厉害 对不对 后来又说到谁呢 哎 纵横家 那个头悬梁的苏秦 苏秦和张仪 在当时呀 战国七雄的情况下呢 帮助秦国 哎 或者是帮助六国来互相作战的一个不同的策略 最后呀 我们讲了道家的一个特殊的学派 杨朱学派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思想 关于一个啊 冠冕堂皇 非常说的还过去的自私的一个主张 他们是怎么讲的 以及他们关于白狗黑狗的可笑的故事 对不对 好 那关于啊 这节课所学的诸子百家中啊 除了儒家道家之外的其他个家 大家就了解了这么多了 好 那大家呀 如果忘记了 可以再翻到前面回顾一下 哎 把今天学到自己的有趣的故事 可以分享给爸妈妈听 好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